漁護處陷下的營地和蕭蕭牆 因為疫情關閉多個月 但仍然有不少人在鶴鬥營地 這裡偷偷搭營 我們更在附近的私人營地 發現這一幕 營貼營 時間不足1.5米 這裡更有超過6人聚餐 懷疑違反禁聚令 想在私人營地露營或燒香 可以向這家士多租用 士多東主向我們透露 這塊空地原本預計租給20個營賬 不過當日生意很好 最後超額達到38個營 又說直至聖誕街的預訂 也已經全滿 你跟他們來吧 立即會來 你巡邀嗎 巡邀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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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政總署回覆說 那個場地位於舊批私人農地 沒有用途限制 但除了已經登記的營屋外 不可以搭建未經批准的舊植物 否則會違反地契條款 而規劃署就說 相關地段沒有任何規劃申請 而經現場視察後 現在正調查那個地點的用途 如果有為例發展 將會採取執本行動 漁護署表示 郊野公園的燒烤和露營地點 將會繼續關閉 處方在過去4個月 已經巡查近5萬次 發出大約5,000次口頭勸喻和警告 並且檢控300多位 非法進入關閉地點的人士 前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指出 在疫情期間大眾關注傳播風險 露營人士可能觸及禁聚令 當局應該加入調查和執法 東網記者黃明彤報導 古典 邊緣 中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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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